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朦胧 酒气还在鼻腔里打转 我坐在梳妆台前卸妆 透过镜子 悄悄观察她 宽肩 窄腰 鼻梁高挺 轮廓分明 眉目间带着一丝不羁和清朗的气息 双眼大却无神 我在心中暗暗惋惜 哦 他是瞎子 要是看得见 这婚还轮得到跟我结 脑袋开始发疼 见他松了松领带 坐到大床上 一双长腿随意地交叠 画面充满禁忌感 我先开口 陆星宇 要不要我帮你洗澡 毕竟是高价 我爸的科技公司还需要他爷爷的支持 我打定主意扮演贴心贤惠的陆太太 他微微蹙了下眉毛 不用 也对 这是他家 就算看不见也摸熟了 我起身脱自己的礼服 太紧了 勒得我无法呼吸 披肩 长裙 内衣 一边脱一边走向浴室 对他毫无避讳 余光看见他 把脸转向另一边 躲什么 反正也看不见 从浴室出来 我只裹着一条单薄的浴巾 陆星宇已经在隔壁房间的浴室洗漱完毕 正在扣睡衣扣子 床头的灯刚好照出他腹肌的轮廓 别说 还挺郁 钥匙不瞎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要前扑后继地爬上他的床 从衣柜里拿出我妈为我准备的黑色吊带裙 领口蕾丝勾花 蚕丝质地完美贴合身形 我自己看了都要脸红的地步 当我妈递给我的时候 我微微发恼 她又看不见 不需要 我妈狠狠地戳了一下我额头 她不会摸吗 你一定要赶在她躺扫之前 给陆爷爷生个增孙 这样我们家以后也多个仪仗 我换好衣服 陆星宇背过身 好似睡着 躺上床 手揽过她的腰 她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甩开我的手 我没有气馁 再次用手紧紧地缓住她 林淼淼 你有完没完 她发怒 我抱得更紧 怎么了 老公 不喜欢 不可以 语气坚定有力 倒是更激起我的胜负欲 掰过她的手 放在我腰间 夹着嗓子发嗲 老公 人家想抱着睡吗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起身 关门 动作一气呵成 行吧 欲情故纵 我懂 隔天 电话里 被老妈一顿痛骂 没怀孕之前 你别回娘家 见过崔生的 没见过崔生 还不认女儿的 推开房门 陆星宇从隔壁健身室里出来 无袖运动衣 汗水顺着她手臂的肌肉线条滑过 画面还挺养眼 老公 以后我要和你一起晨练 我握住她的胳膊 趁机捏了捏她的肌肉 她冷漠地甩开我的手 独自走进卧室 在筹备婚礼时 我的闺蜜 陆星宇的表妹 秦沙就提醒过我 陆星宇不仅瞎 还冷漠 从她被外面接回家 十几年我跟她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 被接回家 是啊 他勾了勾手指 示意我靠近 在我耳边轻声说 他是我二舅舅在外面的私生子 信息相当炸裂 我捂住嘴 低声问 你二舅一家不是都车祸去世了吗 对呀 陆星宇亲妈是我二舅的初恋女友 二舅去世后带着她来认亲 为什么隐瞒十几年 去世了才来认亲 她得了绝症 担心陆星宇以后无人可医 就托外公照顾 冷峻的外衣下 是凄苦的绅士 转瞬 我想到了什么 继续追问 那陆星宇的眼睛是天生虾吗 秦沙放下手中的婚纱相册 眼神复杂地看向我 听说小学意外受伤 没及时医治 这些年外公也寻遍名医 还是没有治好 她面色严肃地握紧我的手 苗苗 嫁给她 你要有心理准备 唉 我哪里需要准备 商业联姻的道具而已 心里想着是 下楼不小心崴到脚 听见我的呼痛声 管家陈嫂从厨房出来 夫人 你没事吧 扭了扭脚踝 只是微微地疼 见陆星宇从书房出来 灵机一动 哎呀 脚好疼 老公抱 陈嫂忍俊不禁 捂着嘴拾去地走开 陆星宇脸上不带一丝情绪 硬邦邦地说 这脚没用了 不如锯掉她 够冷血 够粗暴 难度越大 越想攻克她 我和陆星宇的婚礼 只邀请了至亲参加 朋友们吵着要给我举办party 包厢内 大家举杯祝贺 分为拉满 估计是我喝得太急 酒一上脑 呼吸不畅 去洗手间洗了把脸 出来时听到两个女生在聊八卦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炫耀的 嫁给一个瞎子 就是 听说她老公还是陆家的私生子 陆家老二和外面女人的孽种 我垮下脸 心中充满不愤 自家老公 哪怕没感情 也不允许别人诋毁 在酒精的作用下 冲过去就抓住了对方的头发 你说什么 谁是孽种 我林淼淼的老公 也轮到你指指点点 对方也不示弱 伸手抓我的脸 另一位女生见识不妙 赶紧冲进包厢叫人 地板沾了水 女生一推 我摔在地板上 火气更大 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爬起来 推倒她 跨坐在她身上 揪着她的衣服 要她道歉 一群人涌过来 女生大叫着 报警 赶紧报警 林淼淼疯疯了 派出锁 警官先后对我俩进行批评教育 对方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都是一个圈子的人 互相道歉 草草了事 周围的人打着圆场 渐渐散去 一辆黑色麦巴赫停在我的面前 认出开车的是陆星宇的司机 后座的车窗摇了下来 是她冷峻的侧脸 我拾去的上车 确实理亏 眉眼好优雅的陆太太 车内寂静 一路无言 夫人 你脸受伤了 要不要先去医院 司机很识时误地说道 不用 我中学打架受的伤 可比这厉害多了 去医院 陆星宇冷冰冰地吐出三个字 脚崴了 他说句调 脸抓伤了 不会 不会让我割掉吧 忐忑一路 车停在一家私家医院 没记错应该也是陆家的产业 夫人的脸只是轻微抓伤 我们已经消毒处理 放心 不会留吧 棉签粘到脸上 微微刺痛 我夸张大叫 痛啊 护士小姐姐耐心哄我 忍忍就好 陆星宇坐在沙发上纹丝不动 没有流露出一丝关心 伤口处理完毕 他起身 这里可不是家 我伸手去扶他的胳膊 刚一碰到 他侧过脸 怎么 这也要报 声音很轻 下额线收紧 好心荡成驴肝肺 回到家 陆星宇把自己关在书房 打架还不是为了你 白脸色给谁看 满肚子委屈无说处 手机铃响起 李淼淼 你打架进派出所了 刚结婚就给我闯祸 我让你爸爸你信用卡停了 你好好反思吧 不怀孕别回家 我妈在对面一顿嘶吼 吵得我耳朵疼 我妈不懂 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去色诱一个瞎子 难度不逊色于 让和尚买一把好梳子 还好我喜欢迎男儿上 换了条裙子 照了照镜子 性眼红唇 皮肤雪白 裙尾的开叉恰到好处 露出细长的小腿 这样的美色 陆星宇既然看不见 那就让他摸 端着陈嫂晚上熬的汤 轻轻敲书房门 老公 喝点汤 别饿着自己 半晌 房门被打开 陆星宇黑着脸 透过缝隙 看见里面摆了一张床 原来他在这里睡 喝汤吗 老公 故意加重老公两个字 又甜又腻 看他还怎么顶得住 林淼淼 你喜欢我 他的脸更黑 双眼无神 但深不可测 没等我回答 他吃笑 你的演技 只需要用在爷爷面前 被人当面打脸 还是头一回 我有点难为情 脸颊猛地发烫 强装镇定 你记得喝汤 转身跑上楼 脱下裙子 这晚 造人进度条又为零 传出去 怕是要成为笑话 周末 是陆家家宴 我亲密地挽着陆星雨的胳膊 俨然一对新婚夜耳的家人 他也在尽力配合我演出 走进陆园 虽然我们的婚房 是同个别墅区 但却是整个社区的楼王 爷爷和大伯一家同住 在婚礼上见过陆家人 但除了情杀 都没有正经接触 心微微发紧 苗苗快过来挨着爷爷坐 堂哥堂嫂挪出位置 方便我和陆星雨入座 住得习不习惯呀 这边比较清静 若是你们年轻人喜欢热闹 市区还有一套大平层 你们可以搬到那里去 不用了 爷爷陆星雨回绝 现在陆家的孙子都结婚了 你们都说说 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爷爷身体不好 想快点抱上曾孙 催生是全国统一话题 爷爷 我们计划是明年 堂哥看上去如雅随和 温柔互期 你呢 星雨 你爸就你这点血脉 你 爷爷 我们已经在备孕了 我抢着回答 看见陆星雨脸上的男色 我心中暗爽 见识逼宫这招 我会 爷爷笑得灿烂 好好好 开饭 大家入席 入夜 从陆园回来 刚推开卧室的门 陆星雨就横抱起我 精准地把我扔到床上 突如其来的压迫感 令我害怕 眼看她就要亲了上来 我使出浑身力气 拉开与她的距离 你不是自作主张地说备孕吗 怎么又不干了 她的语气不带半分联系 甚至还有怒意 李淼淼 你在外面怎么疯 怎么闹 我都不管 但别扯上我 可以吗 她声音沙哑 像祈求 又像是命令 随后从外套里 掏出一张信用卡 这张卡没有额度 你随便刷 你再想要更多 没有 棱角分明的脸上 没有一丝血气 都2023年了 爸总打发人的套路 还是扔钱 不过我喜欢 不由窃喜 母上大人刚断掉 经济来源 亲老公就给了我一张卡 希希 造人计划可以暂缓 什么 他给了你一张卡 咖啡厅里 琴沙咬着吸管 不可思议 对呀 没有额度 你表哥比我想象中还多金 他继承了我二舅舅 在公司的所有股份 每年都有分红 只要路市在 富贵就在 我低眉沉思 琴沙自顾自地说着 别看家宴上一团和气 其实早就逗得你死我活 我妈没有野心去争 可我大舅二舅剑拔弩张 听我爸说 二舅舅一家的车祸 可能和我大舅有关 他本以为能独揽大权 结果多了个私生子 幸好是个瞎子 不然 想到陆星宇 独自面对这么多的暗涌 竟冒出一丝丝心疼 我虽生在商谷之家 却从未被宠成千金 父母眼中只有利益 若不是这次联姻 我还向柯杂草 卑微地在家缝中求生 用完晚餐 琴沙要我请喝酒 我们约了几个玩得来的朋友 去了常去的酒吧 反正喝到天亮 陆星宇也不会管我 酒过几旬 我微熏 看见那天和我打架的两个女生 朝这边走来 琴沙黑着脸 冤家路窄 抓伤我脸的那个女生 叫杨思月 她屁腻着 刚刚是你在舞池跳舞 我还以为是谁呢 我哥让我来要微信 现在不用了 怎么 瞎子不能满足你 跑这里来找男人 她语气中尽是鄙夷 听到瞎子两个字 我站起来 眼带怒意 狠狠瞪着她 干嘛 想动手 不怕丢陆家脸 只见琴沙拿起桌上的啤酒瓶 在桌边敲碎 玻璃查掉了一地 原本喧闹的人群朝这边投来目光 她举起尖锐的玻璃瓶 咬着牙狠狠地说道 她是陆家的 我是琴家的 我家不怕丢脸 信不信我刮花你这张丑脸 音乐声骤然停下 人群开始哄闹 夫人 表小姐 先生让我接你们回去 定睛一看 是陆星雨的司机 身后就站着陆星雨 表情僵硬 眼底不带一丝色彩 酒吧老板跑过来 拱着腰致歉 不知道陆总来了 招待不周 陆星雨冷着脸 成经理 投资的时候 可没说什么三教九流的人 都可以进来 杨思月脸上一阵轻 一阵白 尴尬地说不出话 成经理一脸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确实是我们失职 陆星雨转身 司机扶着他 莫得回过头 好似看着我 你们还不走 车内 气氛降到冰点 秦沙拿起手机 给我发微信 我表哥 今晚好爱 每次闹事都被他抓包 我真的 没事 不能说服 就说服 我脸刷了一下红了 看看旁边这座冰山 下意识缩了一下身体 心生一记 浴室不对 先装睡 隐隐约约 感觉有个坚实的臂膀 抱我下车 再把我放到床上 眼睛睁开 模糊到清晰 是陆星雨好看的脸 轻轻啄了一口 见他没有抗拒 我得寸进尺 吻上了他的唇 室内温度骤声 陆星雨咬着牙 林淼淼 你别后悔 我生无可恋地醒来 枕边人已不见踪迹 忍不住感叹 上帝是公平的 收回他的光明 却给了他另一种特长 起床穿衣 为了避免见到陈嫂尴尬 扯掉了染了污迹的床单 扔进洗衣机 夫人醒了 早餐在桌上 吃完司机会送您去路员 少爷已经过去 什么事 老爷子昨晚高血压 陆家人都去了 客厅里陆家人聚齐 面色沉重 琴沙冲我使了十眼色 示意我陆星雨在爷爷房间 我上了楼 门微开 爷孙俩的谈话 悉数传进耳朵 星雨 爷爷身体不好 刚刚李医生说 随时都有可能 陆氏 我想给你 但是你大搏他们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这段时间切记韬光养晦 爷爷 我知道 渺渺他虽然不比其他 附加千金 温顺贤良 但胜在心思单纯 爷爷希望你们早点生的孩子 这样 陆星雨不耐烦地打断 爷爷 昨天电话里 我已经向您保证过了 会生的 爷爷倾咳几声 放低了声音 你眼睛的是 渺渺他 他不知道 他一直以为我看不见 轰了一下 有东西在心中炸裂 又疼又烫 我站在门外 发愣 烦躁 气愤 惊喜复杂情绪 交织在一起 看来我还是高估自己 原以为昨晚的事情 他有一点点真心 是我自作多情 我的亲生父母 把我当道具 我的原配老公 把我当棋子 连一直尊敬的爷爷 也只把我当成傻子 作为陆家的生育工具 眼底发热 心口发酸 除了美貌和子宫 我竟一无是处 门被打开 陆星宇装作看不见 是谁 我抹了抹眼底的热泪 是我 我来看爷爷 咧着嘴 笑着进了房间 一阵寒暄 回家的车上 谁也没有说话 沉默 让我从刚才的震惊中 平静下来 又悲又喜 喜的是 我拥有了一个 又帅又多金 身体健全 还有特长的老公 背的是 他并没有把我当老婆 只想借用我的子宫 路过书房 里面的床 已经被收走 推开卧室的门 他正在换衣服 我撇开了脸 想到他和爷爷的对话 心中的酸涩 就不受控地涌出来 湿润了眼睛 还痛吗 他问 明明是关心 从他嘴里说出来 却异常地冰凉 我摇了摇头 又想着配合他演出 不痛了 抱着睡衣走进了浴室 花洒打开 雾气弥漫 朦胧中 男人走了进来 他缓缓地捧起我的脸 吻了下来 你干嘛 造人 原来 刚才问我痛不痛 是这个意思 一世晕音 分不清眼中滑落的是泪珠 还是水滴 泪到极致 便忘了是怎样回到床上 再次醒来已是清晨 看着身旁的人 轮廓鲜明的脸 微挺的睫毛 好看是好看 但没有任何温度 此时 他诊盼的手机响起 迷迷糊糊接起电话 只听对方焦急 并带着哭腔 少爷 您快来医院 老爷昨晚心梗 快不行了 陆星宇起身 洗漱穿衣一气呵成 这哪里是瞎子 我叹息 他如今连装都懒得装 他出门的时候 我也穿戴整齐 跟他一起上车 病房外 听到大伯在对谁嘱咐 打电话叫张律师快点来 随时准备宣读遗嘱 啊 这就是豪门 如此冷血 之前还躺在家户病房 就忍不住要看遗嘱 机音是门玄学 看到我旁边 这位就知道 见我们来了 大伯又装成和蔼模样 心语眼睛不方便 就不要走动了 有什么事 我让你大哥通知你 我心中痴笑 顶级豪门 一家子全是戏子 这时 医生从病房出来 摇头叹息 大伯连演都不演了 指着堂哥说 快 快去把张律师叫来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 爷爷去了天堂 平时难得一见的父母 也赶来医院 我妈捏着我的胳膊说 你给我哭得伤心一点 外面很多记者 爷爷的丧礼一切从简 从头到尾 陆星宇没说过一句话 也没吃东西 从目的回到家 想安慰他 但自己心中的烦躁 都不知该如何疏解 这几天看着他难受的样子 我更加难受 原来他是有心的呀 也会伤心痛苦 但不会喂我 陆星宇红着眼 伸手把我搂进怀中 悲戌万千 泪尽失了我的肩头 怀抱中的人不停地颤抖 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 爷爷只是变成了天上的星星 他会照亮你 每个夜不能喂的晚上 一个月后 陆家人在陆市总部宣读遗嘱 前一天 我妈妈特地打电话叮嘱 如果遗嘱对我们不利 一定要据理力争 我心烦意乱 妈 没必要 什么没必要 你老公是个瞎子 你不帮他争取 他在陆家就没人帮了 早就让你怀孩子 你不信 这下老爷子走了 你们现在如履薄冰 原来傻子不止我一个 我妈才瞎 她全家都瞎 遗嘱宣读当天 我找了个借口没去 下意识觉得 陆家的争斗与我无关 而且陆星宇 不会让自己输 秦沙给我悄悄打视频 现场直播 陆星宇坐在会议室的最角落 大博一家意气风发 俨然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 遗嘱前半段 是房产和基金的分配 很合理 三家人平分 看不出陆星宇脸上 有任何情绪波动 最后 张律师宣读 也以手中所有股份 归陆星宇所有 陆星宇将成为陆氏新任总裁 平时温文尔雅的堂哥 气得拍桌而起 言语带刺 一个瞎子 有什么资格管理这么大的公司 爷爷肯定是老糊涂了 这样做股东们也不会答应的 唐嫂也在一旁帮腔 只见陆星宇站起来 眼带冷色 沙发果掘 我不配 难道你们就配 他冷笑着走进大博 光凭身高就让对 方弃是减半 爷爷不会把公司交给一个 磨害亲生兄弟的人 你 你的眼睛 整个会议室 陷入极度惊异的氛围 秦沙拿手机的手 一抖再抖 我没瞎 你们是不是很失望 他气宇宣昂地 走到总裁的位置坐下 用淡漠又锐利的眼神 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会议室的气氛 陡然转变 所有人的表情 都短促地凝致 秦沙妈妈柔声说道 怎么会 你重获光明 姑姑为你感到开心 好一个姑姑 将大博一家排除在外 显然 这件事不在大博的意料之中 说话的声音开始哆嗦 星宇 你眼瞎了这么久 心也跟着不明亮了 大博何时做过 谋害兄弟的事 你不要听外面的人挑唆 明显 陆星宇已经占了上风 他冷漠地吃笑 眼神如炬 字字诛心 十多年前的那场车祸 你心知肚明 爷爷心软 我不会 你再废话一句 信不信现在就送你去警局 大博母起身 你信口雌黄 大博拦下大博母 这一家人像阴沟里的老鼠 突然暴露在阳光下 躲之不及 陆星宇 不愧是爷爷 暗中培养多年的继承人 他侧脸锋利 眸色漆黑 气势已经压倒会议室的众人 气氛再次降到冰点 再也没有人敢有意义 视频突然被挂断 秦沙发来微信 被我妈发现了 表哥好酷啊 可惜你不在现场 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 有窃喜 有不甘 如今他大全在握 我们这段婚姻 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我是不是就是他下一颗气子 想着想着 热泪从眼角流出 不知何时 沉沉睡去 再次醒来 已经是晚饭时间 肚子饿得咕咕叫 下楼换尘扫 他示意我小声 指了指躺在沙发上的人 陆星宇在沙发上熟睡 少爷这些天肯定累了 接任总裁以后有得忙 我看着他 神色复杂沉扫 他眼睛的是 夫人知道了 十年前就已经治好 怕他大伯对他下毒手 决定继续装下 宁可千万别气 少爷是迫不得已 我皮笑肉不笑 点了点头 从房间拿出一张宝毯 给他盖上 却被他抓住了手 下一秒跌进怀抱 像是梦艺 我只有你了 心向被电击了一下 迅速转为平静 都是一座山上的狐狸 就别演我了 陆星宇初上任 有很多棘手问题要处理 听说前几天 大伯一家被警察带走 能在遗嘱宣读会上公开叫嚣 想必陆星宇已掌握切实的证据 他好几天都没回来睡 我妈给我打电话依然催生 你老公现在可抢手了 不赶紧生孩子套劳他 你呀 陆太太地位不保 我吃笑 当年你生我 也是为了拴住我爸 我妈在那边气得不行 妈妈咧咧挂断电话 秦沙约我逛街 禁不住她的软磨硬泡 我只好牺牲掉午睡时间 最近也不知怎么 特别爱睡 逛了几家奢侈品店 一口气买了十五支包 送了五支给秦沙 这不太好吧 他受宠落惊 没事 这破天的富贵 你就受着 反正刷你表哥的卡 没有爱 还有钱 我们乘扶梯去一楼喝东西 就在即将下电梯的时候 突然停顿 我整个人失去重心 跌了下去 幸好被一个男人拖住 秦沙紧拉着扶手 吓得一脸茫然 有没有事 抬头一看是陆星宇 不问还好 一问便觉得小腹隐隐作痛 额头直冒冷汗 他皱起眉头 横抱起我 叫司机赶紧背车 看他紧张的样子 不拿影帝 我都觉得可惜 陆太太怀孕一个多月了 孕早期有轻微腹痛和坠感很正常 宝宝目前发育良好 因为刚刚的意外 建议您留院观察一晚 陆星宇僵硬的脸上露出一缕深不可 侧的笑 我摸着小腹 开始后怕 要是他没接住我 后果不敢想 曾经一心想和他造人 如今有了心情更复杂 我的父母在这时冲了进来 言语动作尽是关心 我爸审视多事 跟陆星宇开口融资的事 陆星宇静默的眼睛异常冰冷 厌烦出声 明早公司谈 我妈见气氛不对 赶紧转移话题 好端端的 电梯怎么会突然停下来 司机正好这时赶到 少爷掉了监控 发现是这位女士按了紧急按钮 她将手机里的照片 递给陆星宇 我伸长脖子探过去看 是杨思月 杨思月哭得梨花带雨 跟着商场安保经理一起进来 那委屈的面容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才是受害者 她抓住陆星宇的衣角道歉 对不起 陆哥哥 我想跟给淼淼开个玩笑 要是我知道她怀着孕 我不会 陆星宇甩开她的手 拍了拍衣角 像在拍什么脏东西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妈急了 上去就狠狠地戳杨思月的脑门 你呀 你呀 再怎么说我们两家有点交情 要是淼淼的孩子有事 你拿什么来陪 有生以来 第一次我和别人发生争执 我妈护着我 病房内 除了杨思月的啜气声 其余的人都没再说话 陆星宇眉头紧锁 低垂着眼 严肃的模样 让空气变得凝固 在场所有人秉息 许久 她拿起手机 平淡地对那边说 和杨氏的合作暂停 明天的签约仪式取消 转头 看向安保经理 报警 杨思月听后 鬼哭狼嚎 被我妈和护士 一同拉出了病房 够果决 想到哪天我变成她的敌人 会不会也是同样下场 心中一片悲凉 打发走父母 陆星宇坐在床边 手指夹着烟 我自顾自地小声嘀咕 这里可是医院 我还怀着孕呢 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 她转过脸 看着我 明光清冷 杂揉着一丝宠溺 我知道 不点 你怎么会出现在商场 平时忙的人影都不见 还有时间逛街 在附近谈室 看到了银行的消费信息 花得开心吗 挺开心的 你呢 开心吗 我压低了声音 装作不在意的问道 现在没人催她声 该不会不想要吧 陆星宇薄唇上扬 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你问哪个 为你花钱 还是怀孕 小心思又被她看穿 我抓起枕头扔过去砸她 你走你走 我要休息 刚刚检查 足足抽了我八管血 头开始晕眩 陆星宇起身 在我额头落下一吻 沉扫在来的路上 我还有几个会要开 你好好休息 我背对着门躺下 不理她 只听见关门的声音 这晚 我摸着小腹 心思复杂 窗外的月光 也照不进心中的暗角 次日 指标正常 司机将我接回家中 陈嫂让我卧床休息 成了晚燕窝 我没胃口 只想睡觉 再醒来 天已经落下黑幕 门被打开 陆星宇带着一丝凉气 走进来 我装作熟睡 她坐到床边 松了松领带 手指轻拂我的脸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多深情的老公 我假意翻身醒来 对上她的目光 凛冽中带着一丝温柔 是我看错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声音低雅 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摇了摇头 深吸一口气 说出昨晚的副稿 陆星宇 我们离婚吧 你现在是陆氏的总裁 也没人催生 你可以娶你想娶的任何人 孩子我会生下来 好好抚养 你这个人虽然冷血 但抚养费 你会按时给吧 既给了我退路 不用做豪门弃妇 又给了她台阶 去寻一位想娶的良人 她应该满意了吧 忍不住窥探她脸上的微表情 心掉到嗓子眼 毕竟 失去陆太太这个身份 我的父母不会认我 怀着孕 短期内 很难找到工作 抚养费对我来说很重要 她脱去西装外套 轻蔑地笑了一下 像是自嘲 眼神中略带一点失落 我在你眼中是这样的人 我坐直身体 鼻头发酸 极力不想哭 想了一整晚 终于说服自己 有些感情没办法同频 商业联姻里 掀起他面的那个人 更容易输 是我贪心 想要他那一点点真心 时间 在我和他之间静止 月光不知何时洒了进来 将陆兴宇那张脸 那双明媚的眼眸照得发亮 他英俊的脸庞 再看一万次 我也还是会心动 陆兴宇揽过我的肩膀 眼神交缠 声音低沉又诚恳 渺渺 我不愿意娶的人 没人能逼我 懂吗 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 又加速跳动 他拉住我的手 十指紧扣 才惊觉 这么久以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牵手 他轻声道 爷爷逼我结婚 我对他说 只能娶你 心弦被什么东西拨动 泛起层层涟漪 我用力吸了吸鼻子 因情绪剧烈的起伏 感觉到胸口气闷 声音沉哑 怎么会 我们没见过 我们见过 他猛地打断我 在堂哥的成人礼上 你帮一个男孩 抢回飞机模型 和一群男生打架 那个男孩 是我 模糊的记忆不断倒带 初中爸爸妈妈 带我去陆家参加生日会 一群玩伴在抢玩具 被压在最底下的男孩 死死地护住怀里的飞机模型 我天生侠义心肠 见不得已多气少 上去就和他们撕扯在一起 动静太大 大人们赶来拉架 我妈拎着我 伸手就是一耳光 林淼淼 没有点女孩家的样子 真是倒霉 怎么生了你 回头见男孩 还抱着飞机模型 坐在角落 眼神空洞 寂寞清冷 那时你就已经看得见了 她点了点头 将我拥入怀中 声音难得温柔 飞机模型 是我妈走留给我唯一的玩具 生活在陆家这样的家族 有时候觉得看不见 比看得见更好 谢谢你 淼淼成为我生命里的第三树光 眼睛变得朦胧 心开始灼热 所有疑虑融化 我反手环抱住她 对方微微一正 陆星宇 你以后不是一个人了 有我和宝宝爱你 男人的眼中泛起水色 手一到我的后脑勺 压我向前 吻辗转贴合 第三次 她主动吻我 和上两次不同 这次吻得浅犬温柔 额头相抵 呼吸交错 还离婚吗 她咬着我下嘴唇 令我吃痛 热泪喷涌而出 我摇了摇头 问道 既然早就喜欢我 为什么我勾引你的时候 越说 脸越红 声音越小 她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委屈和苦涩 轻声道 从小 我在意的人和事物 都以各种方式离开 在没有能力保护你之前 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远 我紧紧地抱住她 酸楚敌满胸腔 泪无声地落下 想到她年幼没有父亲的照拂 后来失去了母亲 偌大的家族里 只有爷爷那一点联系 一边要面对家族的纷争 一边要装瞎自保 心口说不出的疼 心疼她 也心疼我 我们本是同类 很小的时候 我妈就告诉我 我不该出生 生我的时候 她大出血 再也无法生育 我爸重男轻女 在外面还有一个家 一个儿子 这么多年 她为了面子 守着林太太的位置 在外装模作样 回家把怨气都撒在我身上 我性格乖张 处处惹事 为的不过是 她那一丁点在意 生气 也是一种在意 陆家上门求亲 她想换个人 第一次换我淼淼 一张脸笑得稀烂 看着桌上 珠光宝气的聘礼 说总算没白省我 那一刻 我才觉得 在这世上 我不算多余 我牺牲终身幸福 扮演好工具人 却歪打正着 碰见另一颗破碎 的心 这次 我和陆星宇总算完整 神爱世人 也爱我们 捧起陆星宇的脸 含着水色的眼眸 无比动容 温柔倾土 陆星宇 我爱你 男人如墨的眼神 瞬间发亮 轻抚我的小父 我也爱你 还有宝宝 煞时 心中绽放烟花 每一下 都叫人失控 请不吝点赞